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妈知道 因为我把冰箱里的罐头吃完了 我哪知道这是最后一瓶呢 一瓶都没有了 妈妈最近很喜欢吃黄桃罐头 所以我必须在妈妈回家之前 做出新的黄桃罐头 先去摘黄桃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黄桃采摘的地方 运气不好 一倒就下雨 这后面就是桃园 瞧瞧这两个人 一来就吃黄桃 好吃 小欣欣你还夸张一些啊 抱这么大个桃子 先等他们吃完 这都是其他游客采摘的黄桃 这边也是 你吃黄桃的样子好帅哦 稍微等一下我们就出发 我已经吃饱了 我们现在就去摘桃子 摘桃子 出发 出发 翠翠拿篮子 小欣欣要拿个桶 慢点走这是下坡 地上好多泥巴 牵在妈妈的手 好温馨的画面 亲爱的你确定是这条路吗 我感觉这进去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地上好多桃子 感觉像被孙悟空啃过 这个路真不好做 完全还下雨 那上面又红又大 你把它摘下来 我来了 够不到让我来 要不然我这身高就百长 大大 看你的大 被虫咬了 这么大被虫咬了 好可惜啊 再下来下面是烂的 要放虫里 好 那就放虫里吧 这是啥 吊在树上的一个黑球 做虫子的 这个球上面有很多的苍蝇 简单说就是可以用果蝇 保护桃子 妈妈 在哪里 我在这里 看不见你 好大一个 为什么大的都是有虫子 表面看都蛮好 但是换一个角度 就发现有烂的地方 雨下大了 镜头打湿了 我们先出去啦 小猩猩的鞋上也全是泥巴 我刚才抱了一下小猩猩 你把脚在上面擦一擦 你爸就下来了 学得真像 在哪里啊 在这你 这边有根楼梯 妈妈 终于出来了 别摘了这么多啊 我已经切不通了 哈哈哈哈 快到棚子里去 宝宝跟上跟上 我们家的一号勇士 翠翠正在帮小猩猩 处理鞋上的泥巴 小猩猩要自己动手 真是个懂事的乖宝宝 像模像样的 翠翠正在选桃子 我去问一下价格 宝宝 哈啰 这个黄桃是怎么卖的 5块钱已经采摘 新鲜的黄桃 5块钱已经采摘 黄桃已经采摘好了 我们现在去做罐头 做罐头 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制作桃子罐头的车间 这是丹丹 哈啰 大家好 接下来单单要带我们去看 桃子罐头的制作过程 衣服已经换好了 还有雨鞋 走吧 哇 这也太壮观了吧 这些都是被初步处理后的桃子 经过传送机 进行人工翻办 摆放整齐 然后进入凝剪机 经过捡水的桃子 进入钻桶类 进行翻滚摩擦去皮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通过预煮机之后的桃子 预热半熟 进入下一车间 颜色比较轻的桃子 在这边会被筛选出来 最优秀的果子 才会进入下一环节 同等大小的黄桃 会被过滤出来 所以我们吃到的罐头 才会大小和颜色都差不多 小一点的黄桃 会被切成片 做成条状罐头 大一点的黄桃 做成半圆形的罐头 这边是超大罐装的黄桃罐头 下一环节 加汤 每个人都有份 大家不要拥挤 排队加汤 加汤后的罐头 直接进入封口机 封口 这个机器温度肯定很高 封口之后的罐头 需要在这边进行杀菌 高温消毒以后 直接进入冷却池 冷却之后进行满舵 然后送入仓库 存放至少7天 才能进行贴标 因为需要确保这些罐头 没有胀罐的现象 那才是合格的黄桃罐头 车间是真的好热 嘣 感觉像曾桑马一样 以上就是做水果罐头的 整个流程 罐头做好了 这个就是刚刚生产的 黄桃罐头 还有好多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驱姑集团的 产品展示区 我现在在一个酒桶里面 我们现在回家去 出发 出发 快下车 你没穿鞋啊 把爷爷抱 他们下车了 我们现在去拿罐头 好热呀 妈妈在客厅 我们走后门 直接进厨房 门是开的 在这里 放在地上 在哪里啊 在这里 快去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我才会这个